最近,抖音上流传着一款名为《破碌者挑战》的恶作剧,已导致多名青少年伤亡。 这种挑战巨细源于委内瑞拉的一所中学。 游戏中,三名参与者并排站立,向上跳约。 当中间的不知情者跳起来时,两边的人各自向其飞起一脚,使中间人失去平衡后跌倒。 当这段影片开始流传后,不仅风行南美校园,更传到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地,一些大胆的青少年纷纷模仿这种危险的恶作剧。 美国亚利桑那州也有一名学生被同学如此捉弄一番,结果导致头部嘴部受伤,脸部缝线,牙齿松动。 她的母亲在脸书上分享了这个惨痛的教训,并呼吁周围大人一定要警惕。 俄亥俄州立大学韦科斯纳医学中心的医师内森查理兹博士在雅虎生活方式中受访说道, 这种挑战可能是致命的,会对头部和颈部造成重创,各种伤害包括单腹陷于颅骨骨折,颈部拉伤,颈部骨折,脑震荡,瘫痪和死亡。 近年来,视频软件的新奇让许多新奇的挑战在年轻人之间迅速流行。 有的无伤大雅甚至具有公益性,但有的挑战却非常危险。 年轻人需要注意,不能为了博取网络上虚拟的关注而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 欢迎您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不要忘了点击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新视频的通知哦。